來聊四季 天天又更新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要來看西班牙人對上羅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黃芳是選擇了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是火氣射擊速度很快 而且他的劍足攻的速度 劍鬥速度也是獨一無二快的 但是如果要跟對方西西里 或是西西里的蓋城堡或城中心來比的話 肯定是補不上的 但以劍塔塔攻的部分來說 西班牙人4到5村莊家塔的攻勢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戰術 所以在遇到西班牙人的前期 特別注意莊家塔這個戰術 那西班牙人除以之外 還有可以打這個垃圾兵 垃圾兵基本上是全滿人 基本上是全人型的文明 大家要注意一點 他的奴兵是比較弱一點的 沒有強弩可以用 那西班牙人的話 工兵是稍微爛了一些些 因為升級真的是偏爛 我記得好像不能升級工兵吧 偷看一下攻略 對西班牙人他沒有強弩也沒有奴兵 我記得他是不能升工兵的 好 那西班牙人除以之外呢 前期可以打火槍兵 這個馬上火槍兵 他是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這個寶兵 那後期呢 可以配上級兵加上吸增 還有遊俠的部隊 作為他後期的主力 那本身西班牙人的話 他也是有火炮的 大型充斥已有 後期工程也不會太弱 所以總體而言 黃金是比較重要的 這個西班牙人是非常吃驚的一個文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羅馬人 好 所以打告也是玩了羅馬 那羅馬人最近也是 星星文明 是DLC的新文明 那最主要特色呢 是他的步兵升級 防禦的時候呢 是得到雙倍效果 所以風箭是帶升一防 等於是升兩防雙防 非常的慘 對方攻兵怎麼撤都只有一滴血 沒有升一攻的話是兩滴血 那到了城堡時代的話 就是防禦最強的死血 所以羅馬人喔 十指是很適合打現在這個 常見兵META的 他是最適合玩 常見兵META的一個文明 羅馬人玩法 比較適合打這個奴炮啊 還有百夫掌 那我覺得百夫掌 算是羅馬人的精髓喔 他這個羅馬的百夫掌 升到精銳 再點下精罐 是可以打你遊俠的 雖然造價比遊俠過了一點點 但實際用起來 真的是比遊俠更好用一些些 所以我覺得羅馬人 後期打軍團長配 遊俠還有一些奴炮 是比較適合他的 但奴炮很難成為主力 我們之前有講過 只要遇到有火炮的文明 這個奴炮很少可以發揮 自己的實力出來 因為很容易就被火炮給拆掉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的部分 羅馬人的經濟狀況 兩個重要的資源都在後方 一開始經濟來說還算不錯 而且這邊要圍的話 小微也可以喔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小微直接圍到底 這邊再稍微連反過來就好 目前看起來 打告這邊地圖來說 他至少有合格60分喔 不過他的金礦跟果子 都在前方 可能就只剩30-40分了 因為他只有兩片木頭而已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西班牙人MBL MBL又出現了 他最近轉成全職職業 真的是到處都是他的影片 也是打出了很多精彩比賽 那時不時我也會去掛台 雖然有空的時候才會看到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MBL的礦點 礦點在後方 算是還可以了 那果子在右邊 稍微有點危險喔 但還能接受 因為正面這邊是算好圍的 那左邊這個地方 雖然圍比較大一點喔 但如果能圍起來的話 對MBL的防守還說是比較輕鬆的 可能要這樣子圍會比較好 跟這個礦子連在一起 這樣圍的好處是 可以直接把高地圍在自己的領地裡 不會讓對方踩著高地 對你的低處的村民受到傷害 那右側這個地方也是要圍非常大 所以實質來說 我覺得MBL 圍小不好圍 圍大也不好圍 所以我覺得MBL的地圖是比羅馬人這邊還要爛的 至少只有二三十分 大概就二三十分這個程度 雖然他有三片木區 但右邊這邊實在太過遼遠了 非洲大草原就是這個概念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羅馬人這邊直接打出了棒棒 這就是很適合羅馬人戰術 棒棒開局 然後封建直接上裝甲 點下異防喔 工兵也很難處理的一個戰術 這個打法還是比較適合打這個裝甲塔 我們剛剛開頭講的裝甲塔戰術是很適合的 羅馬人這邊有要打裝甲塔戰術嗎 看起來沒有挖石頭 石頭在外面沒有挖 選擇了單純的民兵開 然後用這個裝甲去外面壓制對手的一個選擇 好升到封建時代的MBL喔 先下的是馬舅嗎 射箭長 這邊是先下射箭長 可能是已經預判到對手會出民兵了吧 因為現在羅馬真的很太常打這個裝甲步兵戰術了 好裝甲步兵直接點下 出四隻棒棒就是要升裝甲 打不然幹嘛對不對 好先尻魔防 不錯 因為魔防的防禦友是少一防的 木牆是有兩防 裝甲步兵出來裝甲步兵直接撤退 好直接硬點了一防 這時候點一防其實是很傷經濟的喔 因為你一防是要100肉的 那你這100肉其實可以拿去點雙面斧或是獸根技術 讓經濟更好一點點 那前期投資這100肉算是大手筆的投資喔 但這個投資我覺得算是蠻有價值的 至少讓對方的弓兵喔 要到5到6隻以上喔 才會有感覺喔 所以這時候算是打高的一個很好的攻擊時間點喔 好這邊弓兵過來 右邊已經圍死了 好弓兵繼續做探索有沒有漏洞 好那果然打高這邊是決定要選擇小微 補了一個射箭場 待會毛兵出來就可以很好防守了 毛兵待會直接在這邊打也可以了 好裝甲步兵繼續繞 好從左邊繞到右邊 還是一樣被MBL掌握住行蹤 這邊來不及圍起來 要是這裡圍起來的話就可以圈養他的裝甲步兵喔 哇有點可惜喔沒有圍起來 好這邊繼續看弓兵繼續射 可能要射死一村喔 毛兵還沒好嗎 還沒好 欸等一下毛兵沒有第一時間出去 反正是往後面想要直接抓走 OK這個打法確實比較好一點 這樣可以抓的確確實實 好毛兵出來一級射也好了 現在毛兵有一定的反擊能力 但是被擊火的話還是很痛 沒有弓兵鎧 好右邊終於解完 右邊的弓兵騷擾 好這邊再等一級防好 好一級防好就可以直接上前印A囉 就可以直接硬扛了 好硬扛硬扛沒關係 後面有點卡住 裝甲步兵追上 弓兵只能逃 剩下兩隻 MBL這時候趁機點下城堡時代 拖到非常多時間非常好 好那待會一上城堡時代 西班牙人可以打西班牙人征服者 會比較適合他 當然一開始上城的時候也可以先按騎士喔 因為基本上可以把西班牙人當成一個馬國來打 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這邊有在挖石頭 那就打西陣的可能性就偏高了 好那第一時間打高也是知道 西班牙人就是會打火槍啊 不然要幹嘛對不對 直接來控你石頭 MBL被針對的有點慘 這也是遇到了一位高手 控石控起來 這邊工兵想要上前解掉 但有點困難 好這邊直接下了高地 要反打的話會有點風險 這邊自己要升城堡時代 MBL其實沒有必要直接跟對方硬拚 這邊火拚起來對MBL不是很好 等騎士出來或是升好城堡時代單位喔 再上去打會更好一些喔 幹你要往前送 哇我的天MBL MBL失誤了 他這個肯定是失誤喔 這個沒道理往前送的 好 好 攻兵這邊直接控好射爆所有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全死完之後 刺頭就會往前 開始直接無雙開打這些的毛兵 好 好 打到這邊一攻點好 一級別金也下了 3TC開在前方 非常有自信耶 MBL 是我的話 這個城堂中心我就不敢蓋這裡 我會把這裡威脅 然後我會把TC放在後方 可能放這個位置或左邊這個位置 或是甚至蓋更遠點蓋這個位置 他這個就是非常自信喔 覺得對方的投石車或是前壓是不會成功的 才會這樣打 確實西班牙也有這個能力 只要城堡一蓋好了 火槍 這個西班牙征服者一出來 即使是投石車都很難去解決掉西班牙征服者 通常都只能使用生旅或是戰毛兵 去稍微做壓制或是打這個小弓也可以 那羅馬人攻兵不太行喔 所以出毛兵的話 戰毛兵是比較首選的一個單位 還有加生旅 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兩兵應該會開始農 羅馬人直接蓋下了兩棟城堂中心 3TC也開始來追趕 那也是因為打高看到對方 MBL3TC開始暈轉 自己也開始跟著打 如果他是雙TC開打的話 自己也可能會雙TC 然後搓兵邊打邊農 原來這個時候是還有機會用強軍師喔 打爆對方的 只要西登出來之前 但是西登出來之後可能就沒什麼辦法 就只能剛剛像我說的那種 戰毛配生旅的打法去壓制對手 這邊點下一擊絕食 羅馬人這邊也是想要挖點石頭 蓋一棟城堡 這邊下一棟城堡其實挺不錯的 可以守住兩塊野金 應該是一塊是他的附金吧 還是兩塊都是他的附金 哇兩塊都是他的附金耶 哇那這邊一定要蓋一棟城堡 這兩塊已經被對方幹走 會非常不舒服 好那MBL終於挖起一棟城堡 把城堡蓋在前方 這個位置也不錯 可以守住黃金點 而且也是正前方的門面 好打高看到了城堡之後 馬上按下正毛病的升級 開始提防起來 這隻裝甲步兵居然過去就是一刀劈死的一隻村民 笑死 然後這隻裝甲步兵還全身而退 這畫面也太好笑了吧 好兩分赤猴在之後追逐 第三個DC補下 第四個才對 第四個TC 好工兵走了過來 看著後面有赤猴想要來幫忙 但打高了這邊有繼續控赤猴 沒有讓赤猴損失血量 直接往後撤了 好果然把城堡蓋在前方 這邊確實是一個戰略防守要地 只要能蓋下這塊區域 基本就是國泰民安了 然後羅馬人就可以只有自己的經濟加成了 採集資源跟5%的建築加成 還有修理加成 慢慢農上去 好看到火香兵 戰毛兵也是 直接看到對方砲槍 一滴血都沒扣 沒有彈道水有點歪 好一發就是一隻 這個就是戰毛兵打火香很強的地方 十隻戰毛 輕鬆屌虐 好那目前西班牙人 這邊直接蓋下地的洞城堡 帝王時代準備補下 準備兩邊都要來打巨頭大戰 那目前打高村民優勢 87吋對上100吋 村民差距約13吋 好這時候MBL補下第四第五個TC 要來把自己經濟搞到一次最好 我覺得最近MBL一直有在注意自己的經濟 可能我一直在講他後期經濟不太好吧 然後可能也有小恐龍去跟MBL講也說不定 那我們台灣知名女主播小恐龍是MBL的女朋友 應該是老婆了吧 應該是老婆 對 有可能小恐龍有看我影片吧 然後又有偷跟MBL講 我有感覺到MBL最近有點蠻注重經濟的配置 強軍是沒打這麼多了 這邊戰毛兵直接硬拆 直接拆掉了所有的火槍兵 哇這一波火槍進去 雖然弄到了打高一點經濟 但這邊戰毛兵輕鬆手下 均勻頭11兩台開始生產 羅馬人這邊也是 兩巨頭直接按得出來 點軍團兵直接點下 哇經濟太好了吧 一升丁龍就可以點軍團兵 軍團兵一好 雙防會變成六防喔 雙防都是六 血量75滴血 攻擊力12加4 攻擊力16攻 這邊開拆 但城堡有彈倒雪的關係 射射器刺頭非常準確 這邊點下金罐霸權 哇靠這個 MBL的霸權來了 村民變成戰鬥單位 血量來到80滴血 攻擊力有9 然後直接手撕對方的巨型頭10滴 看起來是有機會 但後方有村民在修理 而且正面的軍團兵也上前直接守護住了 看來一棟 一台巨頭都拆不掉 哇靠MBL直接損失了大量村民 大概目測有十幾村喔 結果自己的城堡也要掉了 完全守不住啊 好那打高這邊村民損失態度的關係 這邊村民沒有辦法修起來 這邊用城堡 老頭只能稍微著想一下 軍團兵直接上前一刀就是一村 砍爆了這些村民 哇 太慘了 攻擊力16的軍團兵 12加4太猛了 造價又便宜 小夠短嗎 好 軍人頭11繼續生產 想要來繼續打更多的強軍士 想要把MBL一波帶走 MBL這邊直接轉出了火箱來反制 不出西班牙征服者 直接出火箱也可以 火箱確實對軍團長好用單位喔 自己後期再轉出擊兵喔 打這個百夫掌也很ok 好百夫掌也出來了 好這兩個單位就是羅馬人的精髓 但火箱並沒有在控 直接損失掉了一隻 兩隻了 好火箱兵持續輸出 但是數量不夠多 所以效果並沒有很明顯 而且後面有戰毛兵 戰毛兵直接硬打火箱也是ok的 百夫掌直接上前硬A 我也不管你是不是火箱 你是不是克制我 反正我就是我基本體質上去大撒幣 跟你打個一波 反正這個單位貴 有貴在...貴在他 貴在有他的理由 本來想要講這個... 四萬一世界啊 算了不要講太多好 講點時事好像會出事 好這邊頭車硬砸 要不要再打一下後方的戰毛兵呢 哇...舒服 戰毛兵全倒 最近頭11順利拆掉了三座城堡 MBL移動城堡都不剩 再補下移動城堡在後方 想要來打最後的防線 開始火箱兵有感覺囉 早想掉了前線的一些軍團長之後 當作弱盾或防禦火箱做一個輸出防守 成效來說算是一個不錯的反擊點 那現在有霸權的村民 現在村民死亡率開始慢慢降低 沒有到那麼誇張 稍微可以扛住對方的傷害了 軍人頭11還是繼續輸出 想要把這個城鎮中心給拿下 沒有問題應該是可以很快速拿下的 好這邊招到的百夫長 跟軍團長想要來直接硬拆嗎 但是城鎮中心做就還是爆掉了 火箱兵繼續往前 繼續開始射擊 很多軍團長直接硬身倒地 OK這邊反擊的非常漂亮 MBL成功的反殺回去 火馬人這邊現在應該OS WTF 對方火箱好強DES 火馬人可能會轉一些奴炮出來 奴炮打壓火箱兵 數量夠多 現在要點一下銀罐 還有這個重型奴炮也要升級 現在ABL有喘息的空間 但是村民數差距還是差了20寸 但還好他剛剛下了5TC 就算被拆掉了一座 現在還有4TC 現在要把村民農起來也不是太大問題 而且這邊村民的血量 防護率實在太高了 這個百夫長還要打一陣時間 才能打掉 城堡也這樣硬生生蓋了起來 哇這一刀沒下去 這個女村民逃過一劫 西班牙人ABL 把自己的軍團長往下拉了走 後面補下了金瑞百夫長的升級 果然還是要打自己的金瑞單位 這個百夫長真的是羅馬人的核心 所以羅馬人是非常需要城堡來加持自己的百夫長的加成 不是加成 生產 當然點下這個金罐野戰軍之後 生產速度會更快一點 而且還有蓄氣功能 所以我覺得羅馬人點完金瑞之後 還是要存一點資源 去點一下金罐會更有感 我看但是他馬凱現在才點 好趕快生一些 集兵來用會比較好 深海距離投資機先拆掉上方城堡 這棟城堡應該是守不住 直接棄手 偶像兵在中間做防守 因為這邊是金礦處 MBL想要把這個金礦守下來之後再往前推 但後方已經四處著火了 這五隻百夫長已經把後面經濟控起來 這邊可以出少量的勝率 稍微去招想一下 唉呦 這些勝率都在這裡 好 但是現在在忙著打這邊 MBL直接拉村民想要來硬打對方鏡頭時機嗎 但是百夫長在後面緊追在後 戰寶兵也是無情輸出 MBL的主要軍隊現在在正面進攻攻城 沒有心思把心思放在上方 像MBL都很清楚 現在只要拆掉對方所有城堡 他就不能出百夫長 沒有百夫長 他的勝率就會提高很多 所以現在這邊是用村民在拖延時間 希望可以打出一些優勢出來 好 西班牙人這邊裹下補下了長槍兵 待會疾病也可以補下 好 軍女頭時機直接按下 打包帶走 不想讓對方的村民直接打包 村民雖然有九攻 但是遇到對方的正規部隊 還是難以忍受對方的傷害 直接要被打包了 村民最後還是貼到軍女頭時機 但是應該是拆不掉 好 這邊有一波小型交戰 但是依舊被火香兵跟火炮順利帶走 後方村民依舊在輸出 補血 火香兵繼續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打包這邊三防作用補下 這招兵按得非常多 但是遇到城堡 這邊要拆很久才能拆除 好 城堡終於掉了兩座 羅馬人只剩下最後一棟城堡 百夫長越來越難慘 這邊直接映射對方戰毛兵 上方大軍還在碾壓 結果這邊偷偷出了一台火炮 拆掉了 剩一滴血 剩一滴血應該是可以守住 正面來看一下這個包抄 這個包抄從上下跟右邊 直接包抄了過來 火香兵直接被包著打 百夫長的速度非常高 雖然勝率有招響到三隻百夫長 但是數量以為是不太夠 後方有勝率在補血 但數量還是沒辦法打過對方的正面軍團 魯馬人這邊突圍成功 恩貝爾的數量 村民數量下降狀13-93吋 村民差距約30吋左右 正面雖然打輸了 上面但是解掉了 算是讓恩貝爾有一個喘息的空間 但恩貝爾有了還沒有放棄 這邊還是持續努力招響對方的軍團長 還有百夫長 但是上方大量戰毛直接淹了過來 頭車直接開出來 也沒有直接砸下去 那兩隻軍團長要來硬拆頭車 直接拆光 哇恩貝爾有了這邊工程器 來不及做出大事 直接被軍百夫長給包了過來 軍團長跟百夫長還有戰毛兵 直接拧壓了過去 那邊咯 還能再打嗎 感覺有點 聖夏微良 夏天到了 聖夏微良 好 有點慘 所以這個局面 我覺得西方人要打這個組合 最好方法就是出 吸針 然後再配火槍配吸針 我覺得出火槍兵 確實弱就弱在沒辦法風箏 沒辦法打帶跑 那吸針的話就可以打帶跑 打百夫長也很好用 打羅馬人這個組合 這裡也出一些戰毛兵 或是直接轉火槍 或是轉一些大洛馬 去後面尻對方的 這個戰毛兵 或是轉遊俠都可以 火炮也行 但問題就是這些操作 都是蠻吃微操的 雖然火炮可以抑制戰毛 但這個操作不好還是龍送掉 直接打了一整排 像剛剛正面一個衝鋒 火炮就全部送光了 這個後面是陰暗出來的火炮 MBL經濟其實不太好 村民差距已經來到40村 羅馬人經濟依舊不錯 沒了 BBQ了 我覺得MBL這場有點太仰賴 自己的霸權科技 也只想用村民去幹大事 反而損失太多的經濟 如果不是用村民去硬扛的話 反而是村民留下來 保存一些數量 然後轉出一些肉馬 可能會好一點 或是轉出一些 建兵器的單位也不錯 但有時候戰況就是這樣子 太緊急了 只能拿村民去硬戰 西班牙又很適合拿村民去打架的文明 MBL最終是選擇了拿村民 上前一尻尻尻尾 轉出了少量的疾兵 但是羅馬人不肯放過MBL 西班牙人被壓在家裡打 向他四處著火 到處都有羅馬人的攻勢 MBL火香兵出不出來了 資源開始跟不上 村民繼續按 但是依舊沒有辦法鞏固自己的經濟資源 農田都已經被踩住了 城市中心有沒有辦法好好的收穫 農地裡的農作物 哇 爆了 這個真的爆了 好 目前羅馬人經濟全開 130村 配上所有資源都還有破千 雖然是出了石頭以外 那這些資源已經足夠淹掉 MBL這邊的經濟組合了 這個城堡是他最後的防線 好 陣毛兵繼續輸出 火炮打一炮 打掉了一大駝 好舒服 陣東城堡拿下來 但MBL也不想讓對方挖金直接收村 先射對方村民 距影投司機在高地架起來 直接反攻 右邊更多騎兵過來防守 陣毛兵也是 後方有些輕騎兵過來 但是MBL又拿村民去做一個對打 還是有點痛 確實村民打架還是有點有點痛 但是損失掉村民就是傷經濟 哎呀 村民剩60幾隻 村民直接 被翻倍 對方村民直接 碾壓對手 真的是碾壓服務啊 57打127啊 好慘啊 MBL亂機 自暴自棄了 打出了 GG 好 羅馬人這邊打的確實不錯 最後使用自己亮眼的百夫掌 配上自己的軍團兵 打出了一波亮眼的作戰 這個 騎步 作戰 配上大量戰毛兵 看來是蠻適合羅馬人的 雖然羅馬人沒有三級色 但戰毛兵打對方的火槍還是挺有用的 不一定要出到這個奴炮 雖然我覺得奴炮玩起來還是有點 有一波浪漫啊 但是遇到有火炮的文明 奴炮真的是不堪一擊 出戰毛兵還有比較有好的操作空間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由羅馬人全部勝利 甚至快要贏了西班人快要兩萬的食物 木頭也贏了六千 其他資源小贏一些些 目前看起來 MBL的打法還是比較偏操作性質 龍的部分可能還需要再花一點時間 去鑽研一下 因為他的這個農法跟HERA跟VIPER 有點確實不同 明明開了5TC之後 卻又開始打強軍士跟對方擰壓一波 這個就有點微妙了 可是也是被戰士所逼吧 所以他被迫拿村民去打這樣 也是有可能 我覺得MBL也是在嘗試一些新的作戰打法吧 剛剛中間這一波前耀確實打得很漂亮 也拆除掉了羅馬兩個城堡 但如果他是先行上去把上面這波解掉呢 結果可能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也說不定 當然也有可能不會更好 畢竟羅馬有三棟城堡 就代表百夫長可以生產更多 確實也是滿棘手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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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